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齐老师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讨论AP中文语言跟文化课程 有关的一些题目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AP中文语言跟文化 它这个课程是怎么设计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课程呢 它是按照六个主题来设计的 然后呢 这个课程当中有六个学习的单元 第一个单元呢 是Families in Different Society 也就是在不同社会中的家庭 第二个单元是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Identity 就是说语言跟文化 对于我们个人 每一个人的身份的认同 有什么影响 第三个单元是 Influences the Beauty in Art 美感与艺术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第四个单元呢 是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ect Our Lives 就是科学与科剧 对于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第五个单元呢 是Factors that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就是影响我们生活品质的因素 第六个单元是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and Societal Challenges 就是来自于环境 政治以及社会的一些挑战 我们为什么要来研究这个题目呢 Familie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在不同的社会里的家庭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了解 这个家庭是怎么样在塑造 他们的价值观跟传统 如何的每天过生活 过日子 还有怎么样能够来明确的 来确定他们的个体的认同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做五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研究这六个主题 第二个我要提出来的就是 Families in Communities 也就是家庭与社区呢 是这个学习单元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第三个我们要研讨的 就是除了这个最主要的主题以外呢 还有三个其他的主题呢 以及包括他们的副题 就是要讨论一些什么题目呢 都是跟这个主要的主题有关的 而且在第一个单元里边呢 我们也研究这其他三个主题 然后第四件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一起来研讨四个学习的活动 最后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讨讨论 就是我们经过这个讨讨之后呢 我们对于这个AP中文的这个课程呢 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结论 好我们先来谈这个主题 这里有六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呢 是家庭与社区 第二个主题是个体与群体 第三个主题是美感与美学 第四个主题是科学与科技 第五个主题是当代生活 第六个主题是全球挑战 这六个主题就是AP中文课程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 分析一下 研究一下 这四个在第一单元里面研究的主题 有关的主题 第一个就是家庭与社区 当我们在谈家庭与社区这个主题的时候 可以去研究什么题目呢 考虑什么题目呢 第一个就是values 价值观 第二个是traditions 就是传统 第三个是social customs 就是社交的习俗 那么第二个主题是contemporary life 当代的生活 这个主题是跟什么题目有关呢 第一个就是lifestyles 生活的方式 第二个是travel 旅游 第三个是education and career 教育与职业 第四个主题是personal and public identities 就是个人与公共的身份 那么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ies 国民的身份与种族的认同 第二个是personal interest 是个人的兴趣 第三个 第四个主题呢 是global challenges 这是全球的危机 那这个可以谈到什么样的题目呢 第一个是population 人口 还有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就是跟环境保护有关的一些问题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做第一个学习的活动 这个学习活动呢 是来自于2007年AP中文的测验 那么这是一个录音 一个简单的对话 好 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录音呢 放给大家听 你好 我是刘林的同学 请问她在家吗 A 学校在马路对面 B 你再多吃一点 C 请进 我是她的母亲 D 再见 您多保重 那么这是一个录音 是一个简单的对话 是一个 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这里对话 那么因为我们时间很少 所以我就把这个对话呢 就先写下来了 这个问题呢 是这个人问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男生 他问的问题是 您好 我是刘林的同学 请问她在家吗 那么回答呢 有四个可能性 也就是说别人问了你一个问题 你要怎么去回答 也就是说 rejoin the conversation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女人的回答 有四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学校在马路的对面 可是这个问题跟学校没有关系 所以A 不是正确的答案 B 你再多吃一点 这个吃跟这个问题 她在家吗 也没有关系 C 请进 我是她的母亲 A 这个时候呢 有关系了 因为这个问题是请问她在家吗 但是呢 回答说 请进 请进来吧 我是她的母亲 我是她的母亲 我是刘林的母亲 那么D的话呢 就说再见 您多保重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怎么就跟别人说再见呢 这个不合适 所以呢 看起来这正确的答案呢 应该是C 请问她在家吗 请进 我是她的母亲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那么 这个活动呢 他提到的这个 他跟什么主题 跟什么话题有关 第一个 他的主题是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这个主题 是家庭与社区 那么可以谈到 跟这个主题有关的题目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Social Customs 第二个是Traditions 也就是说 当你到别人家去敲门 问一个问题 问有没有人在的时候 而且那是让你的同学 是有很近的关系 那么 从一个社交习俗 跟礼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回答也应该是很礼貌的 而且如果 是你自己孩子的同学的话 当然你会请他进来 那么这是 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的观念 那么第二呢 是用什么样的 沟通的方式来进行呢 那么这是 沟通方式是Interpretive 就是说你要听懂 而且你要理解 这个Audio Message 这个录下的录音的这个信息是什么 好第三我们要研究 这个你需要什么样的Skills 技能 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你要能够去辨认 它这个主要的意思 跟次要有关的意思 是什么 你必须要能够把它辨认出来 而且能够了解 第二就是Infer Implied Meanings Through Context 就讲说有的时候 你从这个字面上来看的话呢 好像并不是这个女的并没有直接回答 这个男的所问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男的所问的问题是 请问他在家吗 那么这个母亲的回答是说 请进 我是他的母亲 他并没有说 他的儿子刘玲在不在家 可是呢 当他说 请进 这就让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意思 大概他的儿子是在家 那不然的话 他不会请 请他进来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要推理 来Infer 这个Implied Meanings是什么 第四个 我们再一次讲到说 这个活动的这个形式呢 是一个rejoinder 这是一个简单的对话 一个问题 一个对话 那么当我们做这样活动的时候呢 有几个重要的宏观线的问题 大的项目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 当一个年轻人跟一个长辈在讲话的时候 对话的时候 怎么样才是达到了用合适的语言的这个要求 那么什么才是合适的 那么什么才是合适的文化的一种行为 那么这个就是说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看对象是谁 你从文化的角度来讲 一定要使用合适的语言 第二就是说 当一个年轻的跟年长的人在沟通的时候 他们所讲的话可以反映出一些什么 中国文化的一些特殊的意义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男生的问题是请问他在家吗 那么母亲的回答是请进 我是他母亲 那么这个就显示出来了 一问一答呢 两位都很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呢 一个是说请问 一个回答是请进 这个所反映出来了 这个文化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要有礼貌 相处的时候 讲到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 简单的对话的时候呢 都得要顾虑到要注意到 这个文化的重要的文化的理念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活动 这个也是2007年中文测验其中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是Litter from a Pimpel 就是来自于笔友的一封信 这个是读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封信 我来念给诸位听 诸位就跟他看 亲爱的比友 你好 首先 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史大伟 是你们在美国的姐妹学校的学生 老师说 你住在中国的首都 我住在美国的首都 我喜欢吃中国菜 写中国字 画中国画 尤其是爱恋中国武术 我的中文老师告诉我们说 中国学生的英文水平 比美国学生的中文水平高多了 请你来信 一定要给我介绍 你学习外语的成功秘密 明年春假 我要跟老师去中国旅行 我想早日看到长城 北京的故宫 河南的少林寺 四川的熊猫保护基地 特别是西安的兵马俑 请尽快给我回信 祝学习进步 史大伟 7月16日 那么这封信里边呢 当我们在看的时候 第一个 要分段来看 它这里有两段 那么第一个 我们当然得知道 这个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它是谁 它住在什么地方 第二 它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要考虑了 有几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是考试里边的问题 所以呢 这是开始 这四个问题 是从第十题开始 到十三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这第十题呢 的问题是 What do the writer and the recipient of the letter have in common? 这两个人 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A They both have sisters B They both live in their nation's capital C They are the same age D They will be seniors in the fall 那么你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你要回去想一下说 他没说到他家里有谁啊 他也没说他们是 其他的这个 有关的这些信息是什么呢 老师说 你住在中国的首都 我住在美国的首都 是讲他住的地方在哪 而他们两个人都是住在首都里 好 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 They both live in their nation's capital 跟他们的年龄没有关系 跟他家里有谁也没有关系 跟他现在几年级也没有关系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十一题 是 What is the writer's favorite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y? 他最喜欢做的文化活动是什么? A Eating Chinese food B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C Painting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D Practic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好像这四件事情都是他爱做的 我喜欢吃中国菜 写中国字 画中国话 练中国武术 但是 这个地方 有两个字 尤其是 这个尤其是呢 就表示说 特别是什么呢 我爱恋中国武术 所以这个尤其是呢 就告诉我们 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因此这个词汇呢 你需要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第十二题 What did the writer's teacher say about Chinese students in comparison to students in the state? 那么好像在这个信里边呢 这个写信的这个人呢 就提到了 中国的学生 跟美国的学生 有什么不同 有做一些比较 有什么不同 那么A 是说 Chinese students are more highly motivated to study English than American students have to study Chinese 第二 B Chinese student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English than American students have to practice Chinese C Chinese students proficiency level in English is higher than American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Chinese D Chinese students knowledge of American culture is greater than American students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 再回去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讲到第二关了 我的中文老师告诉我们 这边讲说 中国学生的英文水平 这个重点呢 是水平这个字 水平就是 level 比美国学生的中文水平 高多了 所以呢 这边讲到说 是把中国学生的英文水平 跟美国学生的中文水平 来比较 不是说 他们学习的动机 有什么不同 那么 我们现在再去回去 看 这个题目 那么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应该是C Chinese students proficiency level in English is higher than American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Chinese 那么这个地方 英文里边呢 than American students 这边应该是students 应该多一个 幅数 这边也应该是students 那么这个地方呢 没问题 American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Chinese 就讲的不是一个美国学生 是很多美国学生 那么 所以这个题目呢 是讲到 语言的水平 跟文化呢 也没有关系 所以正确的答案呢 应该是C 好 最后一个题目就是说 What site in China is the writer most looking forward to visiting 他最想去看的是什么 到了中国以后 第一 The Imperial Palace in Beijing 长城 第二 The Shaolin Temple in Hennan Hennan的少林市 C The Terracotta Army 在西安 西安的必马俑 D The Panda Preserve In四川 四川的熊猫保护基地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去看一下 他说他要跟老师去中国旅行 我想早一日看到 长城 北京的故宫 河南的少林寺 四川的熊猫保护基地 这个地方他多了一个词 叫特别是 这个特别是就告诉我们 他最想去看的是什么 就是西安的必马俑 我们来分析一下子 我把这个英文的翻译呢 这封信的英文的翻译呢 我也给了诸位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不去看英文的翻译了 你们自己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么来自于比友的信呢 谈到的主题呢 是跟他 跟Personal and Public Identities 有关 他一开始第一段就说 他是谁 他是 美国人 他是学生 那么他讲了他的 National Identity 然后他就讲了 他的个人的兴趣 他喜欢做什么 做什么 中国的文化的 有关的活动 那么这个沟通的方式 什么呢 也是 Interpretive 要理解 但是这次要理解的 不是录音 是写下来的 一封信 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才能够达到 这个了解的目的呢 第一 我们还是得了解 他主要的意思 跟其他相关的 有关的细节 还有 我们需要知道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点呢 就是说他个人呢 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 跟观念 你们记得不记得 谈到这个目的的时候 他是说 因为中国学生的英文水平 比美国的学生的中文水平高 所以请你要告诉我 你们学习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这是他提到这件事的目的 那么他对有些事情呢 是有一些看法的 所以他才会 不一定是他的看法 但是呢 他介绍了 他的老师的看法 就是说中国学生的英文水平 比美国学生的英文水平 要来得更高 那么这个model呢 Test model 这个沟通的方式呢 是什么呢 是一封信 来自于比友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要问的 就是说两个问题 In what ways and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writer identify with Chinese cultural practices 当有一个人 他谈到中国文化 他喜欢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中国人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么 他到底有多喜欢 那么是怎么样在那里做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what cultural perspectives might be behind the cultural practices described by the writer 也就是讲说 他喜欢画中国画 他喜欢吃中国菜 那么这个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有哪一些 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这个都反映出 一些文化的一些理念 好 第三这个活动呢 是讲到一个电子邮件的回复 这是2014年的一个题目 我念给诸位听 发现人呢 是李文静 邮件主题 参加社区服务 好久没通信了 最近还好吧 我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 学校要求我们学生毕业前 完成6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我爸希望我放学以后 去附近的小学 陪小朋友做功课 玩游戏 但我妈 想让我周末 去老人中心陪老人聊天 下棋或给他们读报 你说我应该听谁的 为什么 你对学校要求学生参加社区服务 有什么看法 等你的回信 第一我们得看懂了这封电子邮件之后 才知道他问了我们问题 这封电子邮件的作者 写这封邮件的人 告诉我们 他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说 你说我应该听谁的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我为什么要听 谁的看法 还有 就是说 你对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看法 所以这里有三个问题 所以这个跟什么主题有关呢 第一个呢 是跟personal and public identities有关 那么 这是讲的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就是说 这个写信的人 他不但是一个学生 那他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也还有别的角色 可以扮演呢 还有 他个人的兴趣是什么 他想做什么 最喜欢做什么 那么这种沟通的方式呢 是interpersonal 是互动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给你写了一封信 你得回信 所以这个之间有交流 只不过呢 这个是书面的交流 而不是口头的交流 那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技能 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第一 就是你要知道 写这封信的人 他所提出来的 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他的语气怎么样 这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 一种态度 第二点呢 就是说 你给他回信的时候呢 你要回答的这个 给他的这些意见呢 是跟他问的问题 是有关的 所以 你的想法 你的观点 还有你的建议 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因为这是写下来的 电子邮件 所以你要写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用一些连接词 你要写出来的东西呢 必须是一个段落的语言 这一篇信息 而不只是句子 句子 那么这个沟通的模式呢 是一个电子邮件 那么哪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呢 基础的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说 what cultural perspectives are revealed in one's response and reaction to cause to offer service and contribute to needs of others in societies 也就是讲说 当这个社会 对你个人 有需要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来提供一些服务 帮助这社会里的 一些其他人的需要的时候 你的回答会怎么样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回答 你的反应 会反映出 显示出 什么样文化的理念 第二个问题就是 how does one resolve conflicts on decision making with respect to societal needs and personal priorities 就是当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我应该做这个 还是做那个的时候呢 你是怎么样来解决 这个中间的这个矛盾 OK 一个一方面是社会的需要 一个是你个人的需要 你来怎么做这个决定 好 第四个活动呢 是讲到cultural presentation 就是讲到说 关于某一个文化点 要请你做一个陈述跟报告 那么这是2019年来的一个题目 choose one popular Chinese leisure activity either a karaoke eating out attending concerts and sports events shopping online playing video games watching movies and popular tv programs etc in your presentation describe this popular leisure activity and explain its significance 所以呢 这个工作呢 是跟contemporary life主题有关的 那么可以谈到的什么题目呢 pop culture 就是大家现在日常每天都最喜欢做的一些 常人都喜欢做的事情 第二就是跟leisure 休闲活动有关的 那么这里要用到哪些沟通模式呢 第一个要用到interpretive 因为你怎么得到这个资讯呢 你要去看一些广告了 或者是听一些 看一些影视了 我们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interpret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你要做报告的时候 你可能要写一个报告 第二沟通模式是互动式的交流 就是说你们同学们在一起 要交换意见 要谈话 第三个是presentation 要乘数型的告诉别人 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么这个是书面的 可以做口头的报告 但是呢也可以把它写下来 变成一篇文章 作为一篇书写的报告 要完成这个工作 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三个沟通的模式 那你需要哪一些技能呢 第一个还是一样 跟前面的活动一样 你先要知道 你要谈的是哪些主要的 这个一些思想 还有一些支持你的 这个想法的一些细节 第二就是说 你看了某些广告 看到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不一定说得很清楚 但是从他的讲的话当中 你可以猜出来 他大概是什么意思 第三呢 你得要决定 而且要描述 就是说你所看到的这些广告也好 别人写的东西也好 网路上看到的也好 或者是录音 或者是影视的这些资讯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的理念 第四点呢 就是你要在你自己的文化 跟你学习的文化 就中国文化当中 要做一个来比较 两种文化的产品 两种文化的 活动跟行为 还有两种文化的思想跟理念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说 你一定要用连接词 来说出跟写出 这个段落式语言的信息 那么现在你要做的这些 这个一些活动的这些模式呢 包括下面的第一 当你在网路上看东西的时候呢 还有看到 你可以听到一些录音 可以看到一些影视 也是有录音的 还有一些写下来书写的文字 这个你要懂 comprehend audio audiovisual and written text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members of each group converse with one another 当你看到这些资料之后呢 你这小组里面呢 每一个同学呢 要互相讨论 第三是groups produce spoken presentations 就是说 这一个团体 你这个小团体呢 你们要大家在一起 要做一个口语的报告 第四呢 就是individuals produce written presentations 口语报告做完了以后 每一个人还要在 根据这个口语的报告 写下来你的报告 所以这个最主要的 跟这个有关的 这个基础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你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你要想一想 how is quality of life determined 是不是表示说 只要玩电子游戏 那就是保证 我有生活的品质 或者做其他的活动 第二个就是 how is contemporary life influenced by cultural products and practices 就你当代的生活 你的生活 受到哪一些文化的产品 跟文化的行为 跟活动的影响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我提到 各位同学呢 你们在做的时候 要做一些下面的活动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同学们呢 要分成小组 可能一组有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 第二点呢 就是你们要现在开始 上网上去看网站 看跟这个休闲活动 中国人休闲活动有关的 或者是看一些电视的 一些广告 或者别人写下来的 一些小册子 或者广告 来得到呢 一些跟中国 中国人休闲活动 有关的一些资讯 第三呢 就是每一个团体呢 他们要选择 然后来研究 两个活动 他们觉得是最有趣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活动呢 就是按照你们个人 跟团体的这些研究呢 每一个这个group里面的 这个成员呢 他们必须要透过谈话 大家互相沟通的意见 第四呢 就是这个每一个组的人呢 大家一定要聚在一起 要来筹划一下 计划一下 怎么样把你们所 找到的这些资讯呢 把它变成一个口语的报告 这个是要跟全班的同学 做报告的 第五呢 是讲到每一个学生呢 最后呢 他要写一个报告 而且要把这个报告呢 要交出去 那这个报告是基于 这个口头的报告 然后最后呢 就是说 海达讲到 就是说 每个同学呢 你要解释一下 你自己 在你自己的文化中 跟在这个中国的文化中 经过你的研究之后 有没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地方 而这个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呢 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生活的品质 到底生活的品质 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好 经过我们刚才的这些讨论呢 我们现在来替这个AP中文呢 做一个结论 那么这里有几个重点 到底AP中文语言跟文化 这个课程有什么特点 第一 It is thematically organized 它是基于六个主题的设计 第二 It focuses on communication 特别着重 那么这个沟通呢 所指的意思 就是what a learner knows and can do 怎么来做这个沟通呢 by applying interpersonal 互动型的 interpretive 前世型的 presentational 陈述型的 communicative skills 这种沟通的技能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在真实的生活环境中 透过互动型 诠释型 跟陈述型的 沟通方式 这些技能 来进行沟通 第三点 It emphasizes the use of authentic language and cultural materials 就说这个课程呢 特别强大 要使用 真实的语言 与文化的材料 第四个特点是 It is learner centered AP中文的课程呢 是绝对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而不是老师 一直站在台上讲 是学习者 要练习 做很多的活动 第五 It states clearly articulated learning objectives 这个课程很清楚地指明 学习的目标是什么 最后 It offers performance-based learning 这个课程所提供的 是以应用为主的学习 and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基于证据的评估 就是说 你学习这个课程之后 还要评估 证据的评估